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姜娜 谢谢你 有你在真好 就亲一下 怎么够犒劳我 昨天一个晚上都没睡啊 但是我 看到有一个小猪 睡得特别响 我呢 也不敢打扰它的美梦 所以啊 我只能把它抱回了窝里 你才是小猪嘛 来 给你补一补 你还不敢打扰我的话 喂 有人在我微博下面留言说 他拍到了何佳欢的视频 而且他拍摄的角度 正好是我们需要的 我已经跟他联系了 太好了 有消息赶紧跟我说 我们赶紧去找这个人吧 这个人很重要的 程上 先不用着急 那个人还没回复呢 总之你放心 事情一定会解决的 嘉义姐 好像真的有网友拍到了 还主动联系了展芝林 不是让你找了很多人 扰乱世界了吗 嘉义姐 你不可能寻找 帅 Bey 阿 Ra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自己保护了 承承 我给你们写了一篇稿子 真相不给发 但终于有一家媒体给我通过了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何家欢跟你的清白抗争到底 来消息了 没有 是可亲 展智霖还没来消息呢 先别着急 先吃饭 你说展智霖都说有联系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应呢 没有消息也不是坏事 现在要赶紧吃饭 需要保证营养 是展智霖 老铁 清脆可恨 就是这个人 可惜画质差了点 要不然就能看清他的脸了 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要这么害顾家爷 先不管他是谁 我把这个视频发给包大人 让他去成亲 是时候要还给何家欢一个清白了 别忘了 还有你的 好 江南 你来了 你看看要吃什么吧 我记得这家店的甜品 是你之前最爱吃的 我今天约你来 不是来吃饭的 我只是想问你 你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 到底什么意思 我怎么知道许多城他们的餐馆 会出现这种事情 你在我面前 就没有必要再演戏了吧 顾家爷 这件事情 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 为什么每次一出事情 你总是第一个就怀疑我呢 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 你先是点赞宣传何家欢 之后何家欢的食材 就被人掉了包 现在你又故意放出道歉视频 你不要因为 何家欢是许多城他们家的 所以你就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话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证据了 而且报了警 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 以后都不要再缠合我的事了 你还是怀疑我 爱而不得的人 又不止我一个 你为什么不去怀疑别人 就那么笃定是我呢 我在最后和你说一次 不管有没有许多者 我们之间 都没有任何的可能 好 也知道